中東地區衝突進入第2個星期 以色列在星期一空襲加沙 以軍話,目標包括哈馬斯使用的隧道 和統治加沙的幾名哈馬斯頭目的住所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丹麥夫與以巴雙方在衝突期間保護平民 並且表示美國正在為消除保力加緊工作 尼泊與缺小養血管要求絕目浪漫風的登山客 大反空罐給醫療使用,而不是在山坡上吊棄他們 奧盟委員會在星期一同意就美國前總統特朗普 徵修的金屬關稅問題 暫停部分有關的貿易爭端 並且開始討論沒產能過剩與中國的紐谷貿易政策 日本星期一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 超過八成日本人反對今年舉辦奧運會 顯示出東京奧運會舉行前不夠十個星期的公眾反感 感謝你 感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